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新阳蒙发 花后及时将残花摘去 残花也会消耗植株的养分 日常需要接受充足的光照 光照充足长适较为旺盛 促进月季织繁叶茂 夏季需要做适当的遮阴 避免灼伤 防止叶片发蔫枯萎 给月季花浇水 要根据盆土干燥情况 和叶片是否稍微微粘 及时补充水分 避免长期干燥不利于生长 在夏季水分蒸发过快 需要经常向叶片上喷水 月季花土壤容易板结 每次浇水之后及时松土 可在浇水时加入几滴食醋改善土壤 现在正处于炎热的夏季 施肥不当容易导致烧根 施肥选在早晚进行 第二天需要浇水吸食肥料 将肥料渗透到土壤中 这样做可保证根系不发生腐烂 可施有机肥 每隔十天左右施一次饱肥 冬天需要少施肥或不施肥 休眠期的月季对养分需求小 给月季施肥 施肥不要施生肥 或是没有发酵腐熟的有机肥 施肥时也要注意 不要将肥料 溅到月季花的精液上面 要将沿着盆边施肥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